老婆老婆老婆 啊你咋回来了 卡在哪里拿给我 要卡干嘛呀 要卡干嘛 我妈现在不是在医院吗 马上就要动手术了 现在要先交钱才能动手术 要多少钱啊 要多少钱啊 要20多万 要这么多啊 对啊 赶紧的 我们卡不是有50多万吗 是吧 赶紧拿给我 拿去取的 然后去交费啊 要这么多钱 你怎么不跟你搁他们上面啊 你现在别管我哥他们了 先我们先给 然后后面一个给多少 再跟我哥他们评分评单就行了 快点 他们现在拿不出了 只有我们了 你还是问你哥他们要吧 你还为什么问我哥 他们要我们有应急用的钱呢 是不是啊 50万的存款呢 那钱我 赶紧的 你不要默默称称 我妈现在 你卡里面没钱了 什么 我说银行卡里面没钱了 银行卡怎么会没钱啊 不是有50万块钱吗 哎呀 我弟结婚我拿给他当彩礼了 然后又买车 你弟结婚你拿给他当彩礼 要不然他拿来的彩礼啊 哦 他现在开的那辆车是你拿我们钱给他买的吗 是啊 还保马车啊 你怎么不跟我说啊 之前怎么不跟我说啊 那我说你会同意的吗 那我们家的钱你可以给你家人花 就不可以给我家人花 那我都说了 那钱是不能乱动的 不能乱动的 那急用急用 那我弟那也急啊 没有财力怎么结婚啊 你弟那算什么急啊 要结婚是他们的事情 就算急也不跟我我们的事情啊 你现在说这个没有用啊 50万啊 你全部给他了啊 全部给了 我说你这个女人啊 你怎么不留一点啊 运期运期 我都说了运期 50万都不够呢 你看那个宝马车都都40多万了是不是啊 就剩个几万 彩礼他们都还臭呢 你别跟我说他们的事情 那你能跟我说你妈的事情 我就不能说我家的事情了 那是我辛辛苦苦挣的钱啊 辛辛苦苦挣的 我不在家带小孩 你能挣吗 我也有功劳啊 那50万也不能让你这样子来给你弟啊 你要给之前 你也应该要跟我商量啊 就你这样我商量能商量得通吗 我只能先展后奏 我说你这个人啊 那现在我妈怎么办 马上就要动手术了 现在要交钱了 你说怎么办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呗 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说你这个女人啊 怎么那么狠心啊 我怎么狠心啦 你现在应该找你哥 不是找我吵架啊 找我哥 我哥就是现在拿不出来啊 才让我先回来拿的呀 那就没办法了 现在遇到这么奇的事情 你才说钱没了 我也没想过我们会用到钱啊 我说你这个女人啊 你这个女人真的是 你说话就说话别老是指着我 我就指着你怎么了 嗯 让你指了 我就指着你怎么了 你想怎么样了呢 花都花了 我告诉你哈 这件事情我跟你没完啊 回来必须离婚 就你这种女人 留着没什么用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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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